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鹰嘴掌 烈羊枪 阿姨 阿靖 阿姨 你认识这位战神啊 这是我大泽山的师兄古迹 你是来找我的吗 临摇道会上战神需要身批战袍 我刚入职天宫还没有一件合身的 所以来私兵殿定做一套 包在我身上 今日可来了好些款式 我帮你先看看 阿姨啊 我问你一件事 这私兵殿里可有梧桐树 你是在天宫里 有梧桐树的消息了吗 私兵殿里好像还真没有 但古籍上说有一棵梧桐树 就栽在私兵殿 傅臣 你在这儿这么多年 你可知道这有梧桐树 没有啊 没有没有 可古籍上不是说有吗 私兵殿怎么会有这棵神树呢 好了好了 不多说了 赶紧给战神大人量下尺寸吧 好 去呀 把手打开 你看你看 你看 你看 那那私兵殿内可有什么长得像梧桐的树吗 那我倒是不知道 这四周都是光秃秃的 好像还真的没有什么输过 是 是吧 你先别动 你先别动 你说的 他对我还想给你 咱们都要我 他怎么会有的 你也不想要 我不想要 我来 我得但是 我们要对你 你不想要 我去你 腰带 说吧 什么情况 妹妹 妹妹 那蓝风到底怎么回事啊 说好了让我当长殿 就没有下文了 他救了兄长自己了 我 我怎么了吗 兄长答应我要做足功绩 结果是靠篡改做足的 如此这般 长殿之位怎么可能轮得到你 我这也是逼不得已 妹妹 你是不知道啊 那天宫的功绩有多难修 时间紧迫 一时我哪修得过来吗 妹妹 哥哥 累积将至 前两次都失败了 要是再不成功的话 我就永远生不了上军了 你哥哥我 堂堂孔雀王的长子 却一直停留在下军之间 那岂不让仲仙笑话了吗 你若真有此心 为何不早早勤修苦练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 妹妹 那四冰殿里 有一个仙器玄武盾 可以抵挡雷击 若是把他借过来 这次的斗劫一定能够成功 你公绩作为医师 是被蓝风帝君亲自查出的 想进入私兵殿 还是绝无可能啊 那个蓝风怎么连自己的家人都查呢 妹妹 妹妹 你就帮帮哥哥嘛 妹 妹妹 你就当是为了咱们白鸟岛好 你就帮帮哥哥嘛 不过没有人可求了 只能求你了 妹妹 你就帮帮哥哥 行了 我四路殿倒是有四冰殿的领牌 你拿着此令 可趁夜里无人之事 悄悄进入四冰殿 将玄武盾偷偷带出 可避你累劫 切记不可惹事 明白了吗 知道了 哥哥没白躺你 但看她方才的神情 只怕是 仙女有益 郎君无情啊 不是这样的 她之前对我吐露过心声的 我们曾经也是如胶似漆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有一天 她好像把我们过去 发生的一切都给忘记了 她就只是把我当做师妹了 听你说这些 倒是让我想起一件仙器 什么仙器啊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但那件仙器 是可以抽取仙人的情思的 被抽取情思之人 与你的点点滴滴 都还记得 可唯独秦这一世 就没什么感受了 像被拿走一样 这 真是如此 所以阿京是被人抽了情思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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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师兄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怎么会有人 想到抽她的情思呢 她是真的挺了不起的 不过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抽她的情思 但现在至少有办法了 我去问问她就知道了 不可 那被抽取情思之人 在情思被召回之前 若被人告知的话 那她的情思就永远消失 再也找不回来了 那如果问也不能问的话 那我能怎么办 这回我可帮不了你了 果然 我就知道她不会忘记我的 不过情思要怎么才找得回来 解铃还须细灵人 若知道是谁抽走的 就会容易很多 但谁会抽走古镜的情思呢 我真不明白 对啊 这么做到底是在害她 还是在帮她呢 古镜已经是战神 谁会敢抽走她的情思啊 若是要帮她 抽情思又能帮她什么呢 红丑姑姑说过 一定不能把古镜 真实的身份说出去 确实 这是她的秘密 还是今后由她亲自来说 比较好 可能是想跟我这只水牛舌坏情关系吧 除了她的情思 就能离我远一些了 不过感情的事情 应该她自己做决定才对 就算她真的不喜欢我了 也应该在情思在的时候 她自己来决断才是 嗯 我会想办法找回她情思的 我会想办法找回她情思的 花眼 你是如何进得了斯宾店了 我已长殿之名 命你速速离开 小废话 我马上就要晋升了 需要玄武盾挡天雷 你们赶紧把玄武盾交出来 玄武盾受损了 不爱见 更何况 你这也不是借东西的态度 那我自己找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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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宝 阿宝 熊盾 熊盾 胆子我小 竟然在这儿撒野 来呀 撒野我呀 我现在是蹲了 来呀 来撒野我 什么人 敢晒跑斯明镍 难道不怕天条吗 欢迎 虽然那已经受损了 天气挡不了雷洁 你这样只会让他 彻底地暴费 你若是小姚杜绝的话 就应该找个 灵力充快的地方去 这些星星都是铁石灌注的 废了就废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 死兵天 霍神 阿姨 阿姨 阿晨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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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还好吗 还要倒一道 再把我倒一道 别 别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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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你没事吧 你 我好像头有点疼 头疼 刚蕾也没劈到你啊 为什么会头疼 应该是 旧伤复发 你什么时候有的 头疼你就知道 不过没关系 这不是什么大事 一会儿应该就好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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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带她去疗伤 你们看一下怀眼 为了个苦尽 装病 犯得潮吗 还有你 要不是我 最后这道雷 就披你身上了 我没事 上药 自己涂吧 好 怎么样 到底哪儿受伤了 让我看看 说呀 哪儿 哪儿 这 这是旧伤 阿姨 你什么时候那么娇气了 旧伤药也会疼的 别动 你伤药放在哪儿 没有伤药 行 我去帮你开点药来 你别去 怎么了 我这个伤了离不了人的 啊 既然生病了就得吃药 在这儿等我 马上回来 那你快点 好 好 来吧 喝 生病了就得吃药 好 快 三 二 好喝吗 这是什么 这是我跟战神殿的厨子 学的梨花汤 好喝吧 嗯 有了点疼疼 还是有一点运虎虎的 我听说 单方养了几条零血痣 只要能把人的血吸出来 就可以知道他到底得了什么病 你先喝着 我去拿酒啊 不用了 怎么不用 我们先要用灵血痣把你的血吸出来 我们才能知道到底得了什么病 知道得了什么病之后 我们才知道怎么去治疗 我 干嘛 又不病了 说 为什么骗师兄 我 说真话 我就是想看看 我现在在你心里还有没有位置 当然有啊 你说我师妹吗 我是说 你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位置 阿姨 我跟你说过了 我是你的师兄 以后也会是你的师兄 不会有别的的 是吗 可是我刚才遇险的时候 你第一个冲过来护我 你眼中的关系和担忧 又不是演出来的 而且阿姨 你不是不喜欢我 你现在只是 只是 只是 只是个头啊 只是 我看你就是轻易给你那些人间画本 看多了 没收了啊 早点睡觉 把汤喝了 对了 倘若你真的偷偷 差人来战神殿找我 不许再跟师兄耍这些霸气了 睡吧 分明还是关心我 情丝能抽就能生 我一定要把你的情丝找回来 很多 Tie 些人 purchase 都是用阿姨这丫头 成天胡说八道害得我做噩夢 好 不行 我得想得好吃到 好吃到 烤鸡 蒸鱼 白骨 脆骨头 吃这个 这个好吃 有完没完啦 你找我 这块令牌 你认得吗 华衍昨天就是拿着这块令牌 擅闯四冰殿 强夺法器 引得四冰殿大乱 也损伤了不少仙器 你可知道 姝儿 这可是违反了天规呀 华衍是我兄长 又是白鸟岛长子 他晋升在即却修为不足 若没有玄武顿挡雷劫 他此生再也无妄生上军 他来求我 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啊 姝儿 你这绝对不是在救他 若是华衍天赋不足 可以靠后天的努力来补 若是连努力都不肯 只想走歪门斜路 靠坑海旁人来晋升 那这等仙君要他有何用呢 你在天宫身居要职 这样偏邦亲眷 又如何能服众啊 所以帝君 是要连我也一起罚吗 华衍犯错太大 定是逃不过责罚 姝儿 你也写一份罪己出 招式天宫吧 帝君真是公正联名 两袖清风 我本以为自己在帝君心中 与旁人不同 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 华術告辞 其中导致 好 战神大人 您怎么来得如此突然啊 战神大人 你这么看我做什么 吴陈长老 这私兵殿里的梧桐 究竟在哪儿啊 上次不是回禀战神了吗 我不知道啊 我呀 还有事要忙 告辞啦 扶尘 真不知道 阿静 您怎么来了 你们这是 找了许久的梧桐 找到了 什么意思 昨日挡天雷的时候 你可用了扶尘剑 嗯 在扶尘剑上显现的 那可是梧桐树特有的凤燕纹 啊 我 我确实无同木所致的木剑 凤银内屡仙缘 也确实落在我的树心上 可我仙缘受损 那全靠与凤银内屡仙缘相互滋养 才能存活 你 你要是 把夏日冲走的话 那就是要我的命啊 停 停 傅城 不如让我们先看看 那棵梧桐树现在在哪儿 木器受损 火器不尽 不过傅城 你不用担心 我是可以帮你的 好了 小问题 我来吧 你来 这是大则山的羊岩草种子 可以畜牧皆火 也可以帮你养仙月 是 多谢战神大人 如此一来 那就请你把仙缘取走啊 多谢 大功告成 战神殿还有些事情 我先告辞了 阿燕 你帮我多谢谢傅城长 岂敢岂敢 战神大人 有再造之恩 莫尺难忘 来 想追 那就去追啊 平白无故追上去 是会被讨厌的 父王 华眼杜劫 又失败了 哥哥时运不济 我日后多加走动 想办法为他谋个好官位吧 他受了重罚 而你因此写了罪己书 我想他 再无脸面求官位了 本来我已经为他和昆仑山 谈了一门婚事 只等他杜劫靖身之际 就可联姻 却没想到昨日 昆仑山送来了断姻礼 这门亲事 就只能作罢了 如今我白鸟党的盟友 是越来越少 若再无强大仙门联姻 只怕这地位会不保啊 书啊 如今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南海三公子 不是一直对你青睐有加吗 不如嫁给他 那南海一派 就会站在我们白鸟岛这边 父亲想要得到仙界势力的支持 有很多办法 为何非要联姻不可 自从老泉云先尊卸任云游之后 仙界五尊之位 就只剩下风 火 雷 电 四位 而他的位置一直空缺 无人填补 五尊之位极其尊贵 是仙界的要职 不但临驾万仙至上 还可与天地一阵 林瑶大会举办在即 大会之后 就会选出一名新尊 填补五尊之位 而我听说 殷族已经获得了 参选新尊的资格 怎么会 他们之前战损极大 哪能这么快拿得出 竞选五尊的资源 还不是因为上次寿宴 我们丢脸他们长脸 他们也借此笼络了 不少人心和好处 如今势力 已经和我们不相上下 姝儿 若英族夺得了五尊之位 那我孔雀族 可就再无翻身的机会了 兰逢他为人过于刚真 他绝不会为了你 而照顾我们白鸟党 与其这样 还不如嫁去南海 那南海三公子风流成性 在仙界出了名的浪荡 我怎么能嫁给他啊 姝儿 以你的才智嫁去南海 用不了几年就可以掌控大权 至于那个三公子 只要不是伤天害理的恶徒 你嫁给他 利大于弊啊 姝儿 我不能嫁给南海三公子 可若不嫁他 还有什么仙门 能为我白鸟党所用 都是燕爽和安英欢事 若非他们 兄长也不至于沦落到这个地步 我也还有选择的余地 是 殿下 有客求见 不见 是蓝风帝君 让他进来吧 是 对 姝儿 之前是我言语莽撞了 我特来向你赔罪 你的气色不好 可是病了 帝君要事缠身 竟然还能念着华叔 华叔受宠若惊了 姝儿 何必说气话呢 我们坐下来 帝君对华叔的心意 也只是说说而已吧 我在天宫任职数百年 从未告过班日假 今日是我第一次告假 就是为了来看你 我并非只是说说而已 那你可知 父王要将我嫁给南海三公子 怎会如此 你我心意相通 我也早向你父王提过亲了 你只是提亲 我又并未答应嫁你 前日昆仑山与我兄长退婚 我父王急于借我婚事 壮孔雀族身微 也是无奈之举 我蓬莱岛 虽然不是什么大势力 可是姝儿 难道婚姻之事 就只是一场交易吗 家族存亡之事 有什么是不能交易的呢 是哪个 若帝君针对华叔有意 或许还有个法子 你说 武尊控卫即将平选 若你能帮我当选 以此作为聘礼 父王定会答应这门亲事 姝儿 你我的婚事为私 五尊评选为公 你若真的竞选五尊 我自会给出公正的一票 但你让我去游说旁人 左右评选 这万万不能 就算看着我嫁给别人 也不能吗 姝儿 我此生 只对你一个人动了情 也只想和你结为先履 若是你我这般感情当中 掺杂着算计和筹码 这并不是我想要的 你若真对我有意 眼中应该看到的是我这个人 并非是我能带来的利益和好处 好 是华叔过于势力 让帝君看清了 不敢误帝君清语 请帝君速速离开这利益熏心之处吧 姝儿 好 那你先早些休息 我改日再来看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红州城市许久未出过青石宫了 零妖大会本是为三界和睦而生 只可惜两百年前先妖大战之后 就再也没有开启过 今年是第一次重启 事关重大 所以我代表神界来为灵妖会坐镇 红州神使心灵 定会三界主目 战神去操练先兵 还未曾回殿 那你帮我把这战袍给他 就说 私兵殿的阿英特意为他做的 好 多谢 怎么又是你 红州大人 你为何会在天宫 我在私兵殿任职自然就在天宫了 在私兵殿任职就专心一点 为什么跑到战神殿来打扰古静 打扰 红州大人此话倒是无关 阿静是我师兄 我是他师妹 我想来找他 自然是情理之中啊 我看你倒从未把自己当成师妹 反倒起了剑月之心一再纠缠 我最后再提点你一句 我家小神君 乃一和真神之急 与你有云泥之别 何必一意故心 不忍无期 好 那我再跟红州大人坦白地说一遍 我就是喜欢阿静 无论他是人是神优或是仙 我就是喜欢他 再说了 阿静跟你不一样 他不会在乎出身地位这种俗事 倒不像红州大人 明明出身神界 却活得斤斤计较 半分神气都没有 你不必压千嘴里地说这些无用之言 我家小神君的心思也不是靠你说的 这些日子我会常驻天空 有我在 定不允小神君的一生被你给耽误 小神君的心思 也不是红州大人可以猜的 我们阿静的心思 让他自己做主 我数没有别的事情 我可就先走了 到此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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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古今竟是小神君 他这么个不起眼的家伙 古今身份尊贵 你说话千万小心 我早该想到了 东华千年不收徒 却对古今宠觅有加 凤冤威战三戒 却对闯大祸的古今不敢苛责 我早该想到他就是小神君的 不过说起来也算是一件好事 他曾那般爱慕过殿下你 已经都过去了 此前我终究还是怠慢了他 若早知他是三戒唯一真神 我定要好好揭晓一番 那白鸟倒在仙界 不 在三戒中 也会成为至尊至贵的仙门 可惜古今此前 太不显山露水 让我在他和蓝风之间 压错了宝 殿下 这古今尊贵是尊贵 可蓝风也不错呀 我瞧着 帝君对殿下是真一片痴心的 在这仙界 一片痴心有什么用 我要的是能帮扶我 帮扶百鸟岛的靠山 看来 我得重新博得古今的好感才行 可有这个阿英时刻在古今身旁 咱们只怕是不好动作 我此前不知古今的身份 从未对他用过心思 而今不同了 只要我想 一定能重新博得古今的好感 红愁神师 听说白鸟岛的公主 容貌清丽 管绝仙界 今日一看 还算不负胜免 华叔平庸至极 得审史没有在 真是惶恐 说吧 有什么事 听闻审史坐镇零一大会筹备 华叔长思路店 故而来与您商议天宫人员安排 天宫的人我不熟 你既来了定有福稿 说来听听吧 此次三界都有使者前来 护卫大会的安全是重中之重 能担此重任的人并不多 这也是令华叔头疼的 好在前阵子有一位后起之秀 此人年纪轻轻 却有大将之风 聪明至极 心性也坚韧 实是华叔生平谨见的人节 此次重任交给他 华叔才放心 什么人被你捧成这样 是战神殿的古晋仙君 是古晋啊 难得你这么有眼光 他确实当得大人的 你说得不错 刚刚在墙角 偷听到了古晋的身份 所以投我所好 也是费心了 红烛神使 我 你怕什么 我也没说要罚你 我只是想点醒你 以后莫要偷听偷看 这等把戏 想瞒轻驰宫的人 实在可信 多谢神使宽厚 华叔是无心的 无心或者有意都无所谓 不过 我看你对小神君的欣赏 倒是不假 华叔不敢有非分之想 想就是想了 没什么本分非分的 我家小神君下三界历练 若有人真心对他 而非踮着脚想攀高枝的 我也乐见其成 可这人是不是你 徐卡 你造化了 我看你也挺机灵的 日后小神君在天宫 若有什么事 你尽心帮他就是了 若有什么事 你能不能打她 你还是orthへ 有什么事 不怕它是皮肋镕 还可以 你肯定有什么事 你肯定有什么事 这一切 你肯定有什么事 他肯定有什么事 对我肯定有什么事 你肯定有什么事 我肯定有什么事 你肯定有什么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